大家好,我是文文,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一条消息,就是戴尔公司决定要在2024年的停止使用中国的芯片,然后计划在2025年把自己产能的50%从中国大陆迁出来,这个消息听到以后可能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,因为好像很多人对戴尔公司也并不是说那么熟悉,然后还有就是说可能觉得这种迁出的信息也挺多了,大家并不觉得怎么样,但是我看到这个信息以后,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, 咱们还得好好来分析分析,特别是他提到了在2024年就不用中国的芯片,整个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会非常之大,他这里面谈到说不使用中国的芯片,包括两类,一个是中国企业生产的芯片,还有一类是在中国国内的外国企业生产的芯片,只要是在中国大陆产的就全都不用,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手段太狠了,为什么这么说呢,首先我看到这个消息,我想起两家韩国企业, 一个是这个SK Hynix在这个无锡的内存厂,还有一个是这个三星在西安的闪存厂,那他们的这个主要客户呢,就是说,包括像这些这个笔电呢,包括座机这样的企业,像戴尔啊,惠普这样的企业,包括像一些这个移动终端,手机啊,平板,像比如苹果啊,这样的企业,包括一些企业级的企业,就是他们给他们搭建这个数据,或者是给用到这些存储芯片嘛, 那么戴尔呢,就是其中的这个座机笔电这个里面的大客户,他里面要使用到这个,像这个SSD啊,包括使用这个内存的等等,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,本来三星和SK Hynix,他们就有这样的想要出去的想法,因为美国这边的压力太大了, 那么戴尔的这个决定,会不会就促使他们最终做,签除中国的这种准备呢?很有可能,就让他们,就是让他们做出最后这样的决定,那如果他们一旦签除的话,那对整个中国芯片产业的影响会非常之大,起码在信息上就是一个重大的挫败,对吧,然后包括他们不使用中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的芯片,像长江存储啊,中芯国际啊,那受到的影响啊,冲击也会很大,但是这些啊,我觉得都不是最关键的,最关键是什么呢? 戴尔他这么一做,就有可能带动惠普等等,其他的企业也这么做,他这个示范效应是不得了的,示范效应,对吧,我就不用你的芯片了,不论是你们自己产的,还是外国企业在你们那产的,我全都不用,这个示范效应是不得了的,对吧,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想法,但是他第一个出来做了,那别人,比如惠普啊,包括苹果的那个笔电的等等,开始也会不会跟着来呢?或者是甚至就是扩展到一些移动终端,比如说手机啊,平板, 是不是也会这么做呢?我想,肯定这些企业,他们都有这个类似的想法,但是很多时候,他们不敢这么说,不敢做第一个人,第一个企业,但是有人带头了,他们就跟着来了,为什么他们想这么做呢? 就是,第一,美国对北京的这个,对中共的制裁压力非常大,他们也觉得,也看出这个苗头了,以后肯定是,要彻底脱钩了,在起码在科技领域,对吧,我们就是,找整理好了,找利索,是这么个意思,对吧,远离你,就是北京,不用你的芯片,那我这不就清静了吗?对不对? 我找一个别的地方去,我好好生产,对吧,可能,钱赚的不一定特别多,但是它比较稳定嘛,企业它需要的就是稳定,而且这里面,它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,还有北京的问题,中共的,它本自身的问题,对吧,就算是没有这个美国的制裁,他们在中国生产是什么样子啊,对吧,就说去年吧,习近平搞这个,这个总方针不动摇, 你说那些企业,包括富商那些企业,大家多难受啊,对吧,太多太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因素啊,一会就不让你这个开门了,对吧,一会就等等很多事吧,这美国的压力,包括北京,中国内部的不确定性加在一起,这些企业,算了,我就不给你沾边了,对吧,我惹不起,我还躲不起吗,不给你沾边,你东西我也不用了,对吧,我就到越南去,到什么印度去,到哪,我安安静静的,我老老实实的,对吧,本本分分的,我做我的东西, 不行吗,就是这么一个感觉,大家明白了吧,所以说呢,整体上嘛,它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示范作用,那这个影响就太大了,那得多少企业,不用你的芯片,或者不用你在你这国家产的这个芯片,可能在台铁店,在南京,包括在上海的那些芯片商,可能都会影响,台铁店会不会想要走,这都得画个问号了现在,是不是,那有人说那没事,中国大陆不是还有很多企业,对吧,你戴耳不用,对吧,你惠普不用, 联想也可以用啊,是不是,小米还有很多手机企业,对吧,什么荣耀,我们都可以用国内的这个芯片啊,或者中国产的芯片,怎么说呢,它一旦形成了一种大的气候啊,大的环境之后的话呢,消费者,无论是中国大陆的,还是国外的消息,就会看,他们知道啊,只要这些品牌,他们是完全不用中国的这个芯片,不用中国芯片,意味着性能更好,意味着更安全,你用了中国的芯片,那肯定各方面大家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,对不对,不要说中国国外的芯片, 这些消费者,就中国国内的消费者,他肯定也是这么想啊,那你这个时候,你说小米他在选芯片的时候,包括联想,他在选芯片的时候,他会首先选中国的,或者中国制的这些芯片吗,他可能就不归学了,所以说呢,整体上吧,你戴耳做这个事情吗,可能你对这个产业并不是很了解,你觉得好像也没什么样,这个消息有那么重要吗,在我看来这个消息是很很重大的一个消息,他就是,简单讲吧,他提到了一个, 非常明确的示范作用,从我开始,咱们就不要用中国企业和在中国大陆做的芯片了,就这么个意思,大家知道啊,然后呢,他这个除了芯片以外,他还要把他的产能50%从中国大陆迁出来嘛,那这个影响也很大呀,对不对,他这么多年在大陆已经建立了一比较完备的这个产业链了,得有多少中国国内的这些企业,要吃这碗饭呢,对不对,要吃这个产业链这碗饭, 那戴尔走了,那惠虎会不会跟着走,对不对,大家都跟着走,包括前段时间苹果不也宣布了要陆陆续续撤出去嘛,那得有多少人失业呀,那想都不敢想,那是太多太多人失业了,对吧,还是那个他走了,他还是起到这种示范作用啊,那苹果先提出来,然后戴尔,那这两家企业,对不对,那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确定方向,大家就都跟着走呗,对不对, 那你这个税收啊,财政啊,对吧,就业啊,包括外汇啊,什么进出口贸易,全会受到一系列的这种冲击,就是说很多事情嘛,大家的这种预期啊,很关键,大家都觉得是这样了,那大家全都那么做,那你这个整体上这个信心就会大幅降低,要不习近平最近总在强调这个信心信心嘛,所以说呢,这个事情嘛,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关注,陆续后续会怎么发展啊,但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, 什么悬念,因为美国跟中国,起码在科技领域的这个脱钩吧,这已经是,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基本板上钉钉的事儿,然后中国这边的嘛,还是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,你看对吧,最近开放了不也是这样的,到处都是不确定性的因素,是吧,还是那块惹不起那块躲不起嘛,行了,拜拜吧,对吧,然后呢,就是这个事情还让我想起一件事儿,对吧,以前中国的小粉红和外国群众嘛,动不能就抵制别的国家的这个产品,对吧,韩国的三星, 什么日本车呀,美国的什么苹果,美国的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呀,什么法国加勒夫等等,老抵制别人,抵制来抵制去吧,最后还得用,对吧,然后呢,这一次呢,反过来的,这次是人家别的国家带着公司,那就是直接抵制中国的这个芯片呢,那是真抵制啊,抵制到什么程度呢,就是,我确实就不用你的了, 而且提出这个时间点,而且也不是那种很激动的,就是很平淡的说这么一句,到时候人就真就不用了,而且是一去不回头,不会再回来用你的,这起码我觉得哈,在短时间之内是不会再回来用你的这个东西了,而且还会带动很多企业一起来抵制你,是吧,你说,以前中国的那些爱国群众,抵制来抵制去,最后人家真正抵制你的时候, 那这个后果可就太严重了,曾经我就想起,以前有过,前年还是去年,就当时是三星,中工业吧,从宁波撤去的时候,在很多,有一些中国,就是那些企业里面的工人吧,那些职工,就打出这个标语嘛,说,就什么三星是我家呀,这个时候就说,我们要吃饭呢,等等,当时就看到,当时觉得真的是,那些也说不出了是一种什么感觉吧,总之在当下这种情况之下吧, 就是外国企业呢,会走得越来越多,速度会越来越快,那么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情况呢,咱们还得再慢慢看啊,好,这集呢,咱们就聊这么多啊,咱们下次节目再见,谢谢大家